玉海回狂白化解 第一卷 法界路 总劝 在无边无际的轮回中 众生的罪业声广如海 其中最难断除的就是色欲 世间万象纷繁扰扰 其中最容易触犯的便是邪淫 拔山盖世的英雄因此而国破身亡 文采绚丽的才子因此而身败名裂 从古至今 无论贤良与愚昧 全都在所难免 况且世分日下 古道伦王 不仅放浪轻浮之人 沉迷于色情场所 多才多艺的文人 也目练分成女子 嘴里说要节制欲望 欲望却更加强烈 耳中听到戒除淫欲 淫心却倍加旺盛 路边遇到娇美的女子 便不停地注目张望 龟中见到美丽的容颜 就情思缠绵难以排解 这都是由于心灵被肉体所驱使 理智被欲望所迷惑 相貌平平的女子 偶然打扮一番 就觉得像西施一样美丽 模样难看的村妇 一旦涂脂抹粉 便忘记了她原来的丑陋 哪知道这一念邪淫之心 天地难容 神人正怒 若毁坏别的女子的争操 就会在自己的妻女身上偿还 若是玷污了别人家庭的名誉 自己的子孙也受到同样的报应 段子绝孙的原因 无非是刻薄狂妄 妓女的祖先必定是贪色的浪子 本应家财富有的 被上天的神明所剥夺 本应地位显贵的 被从科举的金榜中除名 在适时遭受责打 战机 劳役 流放 死刑等酷刑惩罚 去世后堕入地狱 恶鬼 畜生三恶道中忍受罪苦 从前种种恩爱 在这里全程泡影 昔日的雄心壮志 到此时荡然无存 普券青年志士 才学名流 应当及时醒悟 破除色魔迷障 红润白皙的面颊 其实是带肉的骷髅 装扮美丽的身体 不过是穿着衣服 不断向外排泄的厕所 面对如花似玉的美女 也要像对自己的姐妹和母亲一样 没有犯下邪淫过错 虚警防失足 曾经做过此类恶事 务必悔改回头 更请辗转流通戒淫书籍 使更多的人受到劝化 人人走出迷途 步入觉悟的正路 若以为劝人借淫 不过是迂腐之谈 请看茂松少所得的上报 如以男女分流运势为佳话 精盛探的结局 便是前车之见 茂松少 明代江苏如高的茂松少先生 明启宗 几位年在科举考试中落地而归 在注解太上感应片时 他对见他色美一句 下了很多功夫 当时帮助他抄写的 是他家请来的私塾老师罗献月 后来罗献月回到南昌 在崇祯雾城真月时 闷见一个道士装素的老者 左右有两位少年陪从 老者手中拿着一本书 叫站在左边的少年朗读 罗献月悄悄听着 正是茂松少先生 对见他色美这一句的注解 读完老者说应该得众 然后又叫站在右边的少年做诗 这位少年勇道 摊江折柜广寒宫 哪姓三千色是空 看破世间迷眼像 绑花一道满尘红 罗献月醒后 确信茂松少先生一定会中进士 就写信把这一集照告诉了他儿子 等到发榜时 茂松少果然登地 后来官职一直做到献赋 江南的金圣叹 名愧 学识广博 喜欢涉猎奇闻异事 才思敏捷 自以为世上没人能超过他 他写了很多 含有色情内容的书 以此来展现自己的才华 他所点评的西香记 水浒传等 对书中淫晦的内容 往往引用佛经加以评述 当时人们敬佩他的才华 因此流传很广 他还写了一本 法华百问 以个人的错误见解 擅自解释经文 混淆视听 一物众生 顺治新丑年 忽然因事被逮捕入狱 后来竟被处死 暴失街头 劝有官君子 同样世人 有的劳心 当官治理他人 有的劳力 终身受人意识 有的享受荣华富贵 有的人受贫穷困苦 这难道是天道不公平吗 其实还是由自己所招致 诗经说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周易说 极善之家必有余庆 今世富贵的人 都是全身修福行善所得 子孙能够享福 全是因为祖上积德所至 这一切都遵循着 必然的因果法则 然而享福的时候 还要注意继续修福 就像耕田种地 年年收获还要年年播种 如果仗着权势 寻花问柳 岂不是孟子所说的 得人觉而弃天觉吗 男的事处于顺境 仍亦沉溺于享乐之中 因此而丧失善念 滋长淫欲之心 若能与此时默然悔悟 便是真正的福德深厚 寻朝韩奇任宰相时 买了一个妾姓张 容貌美丽 订立契约后 这个女子突然落下泪来 韩奇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说 我本来是贡职郎 郭首义的妻子 前年她被不使者 捏造罪名弹劾 所以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韩奇为她感到难过 就让她先拿着钱回家 等她丈夫的冤情 昭雪以后再来 张氏走后 韩奇为她丈夫声明冤屈 准备调任其他官职 张氏按照约定 来到韩奇家中 韩奇没有见她 而是派人对她说 我身为宰相 怎能以世人的妻子为妾 以前给你的那些钱 不用还了 便把契约还给她 又给她二十两银子做路费 使他们夫妻重新团聚 张氏感激的流下眼泪 向韩奇摇拜后离去 后来韩奇被分为魏郡王 一号中宪 子孙即为昌盛 曹文中宫 明朝宣德年间 曹奈担任太和典史 因捉拿强盗 在一庭解救了一位漂亮的女子 这位女子便主动向曹奈表示亲近 曹奈说 我怎么能侵犯一个处女呢 就取出一张纸 写了曹奈不可四个字烧了 整夜都没有动心 天亮后 找到她的家人 把她领回 后来 曹奈在参加电视的时候 忽然有一张纸飘到她面前 上面有曹奈不可四个字 她顿时文思佩然 口中了状元 王克静 王克静是两折盐运史 当时温州押送的盐范中 有一位妇女 王克静见到后大怒 说 岂能抓捕妇女 押送千里之外 一路上与立族混杂在一起 这真是太有如鱼礼教了 从今以后 凡是妇女 再也不许逮捕 故提控 江苏太苍县的官吏顾某 凡是迎送官员 都要借助在城外的江麦炳家里 后来江麦炳因为被诬陷 于盗贼友牵连而被捕入狱 顾某为他声名冤屈 江麦炳非常感激 就把自己十七岁的女儿 送给他作妾 顾某婉言谢绝 礼节周全地把他送回 这样婉复了三次 后来江麦炳家更加据破 就把女儿卖给一个商人 几年后 顾某任职期满 调往京城 在韩侍郎府中办理公墓 一天 韩侍郎外出 顾某正坐在门前 听到韩侍郎的夫人到了 立即跪在庭院中 不敢仰视 夫人说 请起 您不是太苍县的提控顾先生吗 我是江家的女儿 父亲把我卖给商人后 他把我当作女儿 嫁给了韩侍郎作妾 不久又继为正房 我今天的富贵 都是您的恩赐 我正发愁 不知该怎么报答您 没想到有幸在这里相遇 我要把你的事 告诉我的丈夫 韩侍郎回来后 夫人把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韩侍郎说 真是一位仁德的君子 仅上奏给孝宗皇帝 皇上也很赞叹 让人查哪个部门 有困缺的官职 委派他担任了刑部主事 刘差某 清朝顺治人成年 江宁的牙役刘某 到江北拘捕人犯 押回后关入狱中 需要十多两银子 才可以赎出 囚犯说 我有一个女儿 请你通知我家里 把她卖掉来赎我 刘某答应了 过江与囚犯的妻子商议 把他家女儿卖了二十两银子 都交给了刘某 但刘某竟然全部侵吞 据为己有 囚犯知道后 因悲伤过度而死去 过了十多天 刘某病倒了 自己说 那位囚犯在冬月大帝那里告我 我的舌头快要被铁钩勾掉了 不一会儿 他的舌头伸出几寸长 蹊跷流泻而死 劝将士 茫茫宇宙之中 一切人民都是由天地所生养的苍生 都是为君王所呼吁的赤子 不幸遭遇兵荒马乱的年代 夫妻分散 母子别离 此时能够有条活路 不至于立即死在乱军之中 全靠军中将帅的保护 一旦遇上纪律松弛的军队 抢劫钱财 奸淫妻女 残杀性命 则无异于雪上加霜 火中浇油 我现在为千百年以后 无路可逃的人们 拜乔千百年以后的将士 请你们不要屠城 不要抢劫商村 不要焚烧民房 不要掠夺妇女 见别人的父母逃窜躲避 要当成自己的父母 彷徨无奈一样 见别人的妻女流离失所 要当成自己的妻女 难分难舍一样 古人说 财富权势绝非一家所专有 当手中握有兵权 却不能行善积德 就如进入宝山 又空手而归 身为将士者 纵然不为这些 天地生养的苍生考虑 不为这些 君王护育的赤子考虑 难道不为自己的 子孙后代考虑吗 愿君早自觉悟 自然福报无边 二曹将军 宋朝大将军曹冰 为人慈和谦让 从来不妄杀无辜 攻克隋州时 将领们都要屠城 曹冰不允许 他下令把军中掳掠的妇女 都集中在一间房子 并派兵守卫 战事平息后 一一寻访他们的家人送还 失去亲人的 就备好彩礼把他们嫁出 攻打精灵时 曹冰在战前与众将领 焚香立世 攻下城池后 绝不乱杀一人 后来他的儿子曹伟 曹丛 曹灿 都当了将军 小儿子曹启 还为追风为王 其女儿就是光宪太后 后世子孙荣甚无比 当时还有一个将军叫曹汉 攻打江州时 由于九宫不下 非常愤恨 下令屠城 放纵士兵 奸淫掳掠 他死后不到三十年 家道衰败 子孙中有在海边当乞丐的 知某 家善有一位书生知某 康熙极有年春天 对朋友顾某说 我这些天神情恍惚 好像有怨鬼跟着我 他发病后 顾某请到僧人西连法师 来他家中询问情况 忽然听到 知某的腹中有鬼说话道 我在明朝初年当副将 姓红明珠 主将姓瑶 他见我的妻子江氏 长得漂亮 起得贪心 遇到有一个地方出现叛乱 他让我带领七百名残兵前去征讨 兵力太弱 结果全军覆没 杨母想霸占我的妻子 致使她也上吊自杀身亡 我怀着深仇大恨 等了好几世想要报复她 怎奈杨某晚年修行 次世成为一名高僧 第二世入汉林院成为一位大学士 第三世成为戒行僧 第四世成为大妇人 乐于施舍 我都没有机会报复 如今是第五世 本来应当在金明两年的科举考试中 接连重磅 但因为她在某一年 武弄送辞 害死四位卖茶商人 被上天从光露名册中消去 我才得以报仇 西连法师听她说得很有条理 就慈心加以劝解 承诺为她送金礼颤 以消解怨仇 鬼答应了 于是请西连法师做佛事 知母的病立刻就好了 可是没过几天 知母腹中又听到这个鬼在说话 西连法师责备她为什么又来 鬼说 我倚靠着佛力超身 绝不会反复无常 现在来向知母索命的 是那四位卖茶商人 不是我 我怕法师以为我不守信用 所以特来告诉你 说完就走了 不久知母病发 不出两天就死了